會太冷嗎 不會啦 好 好 好的 好 那這樣用餐還可以吧 可以嗎 謝謝 我覺得如果要隨便做 那能力就不要做 你要做就要跟別人不一樣 我默默地去創造一間 屬於我們自己的餐廳 屬於彰化的餐廳 我希望說我能做彰化的鹽 雖然因為鹽在料理中 它是不可或缺的調味料 它雖然不是主角 但是它沒有鹽卻不行 要在美食小吃聞名的彰化市 成為在地人心中 如鹽一般重要存在的家常餐館 洪一豪和妻子林雅如 追求理想的每一步都踏實 即使只是一碗 再平凡不過的蛋炒飯 食材比例分量他們精算過 鹽也挑選台灣日曬海鹽 很講究的 它本身有一個海藻的味道 就是一個杜莎藻 杜莎藻這個風味就是 取代味精的甜味 做在起鍋之前 我們要利用大火 大火讓味道再濃縮一點 這樣出來呈現的半香跟蛋香 會更明顯 別看著炒飯做來輕鬆 好手藝的背後是十年的磨練 洪一豪本來是頂泰豐的 炒飯面點廚師 憑著認真情分 很快晉升為小主管 但他卻發現 有時候太認真 不見得是好事 同事有的 如果要是沒有按照這個走 他會去糾正 導正 但是可能另外的主管他不會 那導致於人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拍剃逃 這個比較難相處的主管 所以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也滿 自己也覺得滿受傷的 再加上配合公司調動 長和七小分隔兩地 離開職場創業的念頭 於是在心裡慢慢萌芽 只是一開始林雅如不太贊同 他擺攤做過生意也做代購 甚至當老闆不容易 我覺得當老闆他的問題 不是只有這個區塊 你現在遇到只是 可能是你這個部門的問題 但是當老闆 他是每個部門都要去承擔的 所以他鼓勵丈夫先把自己準備好 利用替公司到菲律賓和英國 展店的機會 再多學一些 他們其實有很多東西是零開始 比如說你在國外 你要怎麼樣找到相對等的食材 或是器具或是設備 有可能台灣有 國外沒有 那他們都要去把它這些東西 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挑戰 第三趟在英國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是整個 就是很大的一個迅速的蛻變 我翻過來 國外歷練果真讓洪英豪成長 在認真做事的同時 懂得圓融變通 這一天過了用餐尖鋒時間 他在院子悄悄打打 就是要解決員工反應的問題 昨天有去添購一個架子 可是發現當初設定太高了 所以剛剛做一個調整 在同仁在家產的動作 比較不會去燙傷 體貼下屬需求 才能凝聚向心裡 現在的他不像以前 總要人照著他的方向走 而是很多事都能一起討論 所以每週開會 他會先聽員工分享心得 在當面提點有哪些環節能修正 尤其近期有餐廳爆出食物中毒的新聞 他要所有人都更謹慎 天氣炎熱 我們一定要去注意一下食材的溫度 作業完馬上進冰箱去冰存 避免那個維生物的滋身 當初林雅如就是看到丈夫 變得穩健自信 才終於放心去支持她的夢想 但起初兩人打算開的 是間賣飯和麵的小餐館 真沒想過後來會因為一個小生意 修復了一間老屋 留住一段被遺忘的在地歷史 這個是彰化市地洞洋宅 比較洋室的建築 那他又經歷過了八七水災 很多人都是躲在這個地方去 避掉那一個災難 那第二個就是後面那個古厝 那個是吳德宮的故居 他就是彰化銀行的創辦的 那時急著著點的他們 只是向中這裡寬敞的店面 和屋主見面後才知道 眼前這片荒野蔓草中 藏著讓人感動的過去 我們其實也是鼓撒勁 就想說好了 那我們來整理這裡 應該不難啦 其實修復很難 起了頭才精爵 身上的積蓄 根本不夠讓荒廢二十年的老宅 起死回生 下雨天從三樓水會滴到一樓 跟水蓮洞一樣 然後現在看到的地方都是荒草 草都比人高 我們是簽約之後開始整理 才知道說原來連地基這裡都流失了 要重綁鋼筋灌漿 所有線路都得重新設置 該繼續嗎 還好林雅如夠堅定 她想辦法籌錢 準結開支再撐下去 我們認為要事情要做好 不能只有做皮表面 因為你如果現在做表面 她之後會再來跟你要一次錢 沒想到這花了八個月完成整修的老屋 竟也改變兩人未來的方向 他們想著既然都投入這麼多心血了 餐點上應該更用心 不能只賣飯個面 為了找靈感 洪銀豪開始三天兩頭往市場跑 我一開始要用粿子手 做涼菜這樣 對 粿子不錯 現在再來 那粿子也開始要做 這是要了解 有哪些當令蔬果能變化出 特色家常台菜 她很有想法的 是以台菜的味型下去做變化 譬如說我們有麻油味 有三杯 有一個基本的味道 我是在餐點的發想 都是以 目前是以台灣味這樣子的類型 去做一個改變 享用在地食材 呈現台灣味的她還不怕麻煩 親自跑產地 陸續選了嘉義的日晒鹽 彰化式現烤蟹脈的新鮮堅 和果乾等等來入菜 不料店才開沒多久 就遇上疫情升溫 剛好清明節遇到確診足跡 所以我們整個餐飲界 也都不能內用 那時候都停止 緊張沒有辦法解決事情 我們就是開始做 我們該做的事情 他們告訴自己 千萬別亂了套 空閒時間多了 就好好練功吧 這時候剛開店 其實有很多流程 該怎麼出餐 該怎麼去製作餐點 有很多地方都是不足的 為了出餐更流暢有效率 洪英豪重新制定食材處理流程 像肉品一收到貨 得馬上分切冰存 確保鮮度 就這樣慢慢調整 培養和員工的合作默契 現點現做出一道道精緻新鮮的 家常料理 只是一開始 並非所有顧客都能接受 我們彰化如果說 要去吃餐廳 講說吃餐廳 就是那版杜材 我們去吃那種宴席菜 食道菜 然後會有一個甜點 那客人剛進來 最大的困擾就是 他們用這個邏輯進來用餐 就說菜怎麼這麼小盤 我們真的剛要進場的時候 這些聲音都聽得到 他就會覺得說不甘於此 不可能 夫妻倆決定分鏡合集 再多做一些 負責外場的林雅如 細心緊盯每個服務細節 開業前有時候 我都會確認每一張桌子 會不會養 小朋友的餐飲 應該要配到男生幾個 女生幾個 我們都會問得很清楚 那我覺得這個兒童椅 應該要放裡面 然後娃娃車是讓它在這裡 讓大的比較好照顧 好 還會在定位時 確認兒童性別或喜好 放上不同顏色的餐具 筷子湯匙擺放角度 也要一致整齊 而長廚的洪一豪 則是在餐點上花更多心思 像是黑松露炒菇 食材調味簡單 但料理前卻要費工地 把菇先汆燙後 一一扭轉以竹籤串起 但因為它纖維比較粗 那經過扭轉 然後電型炸過之後 它的菇的香氣會特別濃 然後它的口感 也會變得更紮實一點 不怕麻煩 認真做好每道菜 洪一豪相信一定會有人 懂得他們的用心 我就是希望說能做出 有別於彰化一般的餐館 所以才會這樣持續的要求 所以才也是鐵了心 跟它繼續堅持下去 的確堅持不放棄這幾年下來 終於熬過疫情和市場考驗 累積出人氣 穩穩地朝理想邁進 主要的政廳是在這裡 那這是右箱房 這個已經有120多年 是清末年初留下來 那吳德公是彰化銀行創辦人之一 我覺得用餐不單純 只有在於食物 它包含你的環境 包含這個在地的故事 它是不是可以這樣串聯一起 如果大家都不做這塊的話 我覺得餐飲就沒有 沒有人去經營 比較細微的地方 用心去滿足食客的威與心靈 也留住在地文化 堅定的夫妻倆 正踏實走出一條 屬於自己的路 一間餐館我認為 餐點好吃它是基本的 衛生好它也要是最基本的 那這些基本的條件下 我們去如何把這些 裡面發現的細節 發現的問題 我們在一直持續地去要求 去改善 我們才能再達到一個更好的 不一樣的境界 我們相信 為了沒有才能 我心想在這條件上 真的要頂到一條水